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2018-2019年度第612次双周会正式开始 这次双周会是书院第五届新亚儒学讲座系列的第二奖 我们很高兴邀请到杨国荣教授与大家分享 《何为儒学》、《儒学的内核及其多项度展开》这个讲题 现在有请主持王庆杰教授 陪同主讲嘉宾杨国荣教授到台上 并由王教授介绍主讲嘉宾 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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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 诸位来宾 大家上午好 我是中文大学哲学系的王庆杰 今天我非常荣幸来主持新雅的周会 今天我们的演讲嘉宾 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是来自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杨国荣教授 杨国荣教授 他出生在1957年 大家知道那个年代 都是一个在中国大陆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 我跟杨教授应该是同辈人 我刚刚跟杨教授聊起 文革后期或者那一段时间 那么杨教授在读哲学以前 曾经在工厂里打过两年工 那么我是去农村插过两年队 我们烂兄烂弟 但是这一段艰苦的岁月 让我们对中国文化 大家知道在那个时候中国文化受到了摧残 那么让我们这一代人来反思 来学习中国文化的精神 刚刚大家唱这个新雅的校歌也是这样 那么同样对这样的精神 进行重新的建构和反思 那么杨教授是这样的 我们这一代人里面 做这样工作的教教者 那么我下面介绍一下杨教授的学术成就 他现在是上海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 教育部长江学者 国务院学术委员会 哲学学课评语组成员 杨教授呢 1988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从那开始 他一直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任教 先后在哈佛大学和Stanford大学 做访问研究 1998年到2000年 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 2000年起 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的所长 2018年到2012年 任华东师范大学 思缅人文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 2012年至今 任华士大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 2013年5月起 任华东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大家可以看到 杨教授的学术经历非常的丰富 那么杨教授的研究领域 包括了中国哲学 中西比较哲学 伦理学 行而上学 在先情哲学 宋明理学 中国近代哲学 道德哲学 哲学 行而上学等等领域 出版了学术著作 有十部以上 杨教授最近有一个出版计划 好像是十一本专注 在出版 另外呢 他还在国际知名的杂志上 发表了一百多篇学术论文 杨教授除了这些以外 还是中国哲学史学会的副会长 中国孔子学会副会长 国际汝联的理事 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会长 和美国的比较哲学杂志 这个道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的编维 另外有一个我觉得值得提出的 就是杨教授在2016年 当选为国际哲学研究学院的院士 在内地的学者中 我知道到目前为止 只有三位学者当选这个院士 所以我们杨教授是其中之一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杨教授是著作等生 对学术界贡献巨大 我自己也读过杨教授的一些学术著作 收益匪浅 杨教授比如说在王阳明研究方面 他的王学通论 心学之思 在伦理学方面和道德行上学方面 包括伦理与存在 存在之唯一 后行而上学时代的行而上学 还有成吉与存物 道论 还有庄子的思想进程 所有这些 大家可以看到是非常丰富的 那么今天呢 杨教授给我们带来一场 将会给我们一场精彩的演讲 这场演讲的题目呢 叫何为辱学 辱家的内核 及其相度展开 多相度的展开 那么下面呢 就请大家欢迎杨教授给我们演讲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黄清杰教授的组织和介绍 也很高兴有机会到新雅书院 和在座的同学老师 共同讨论一些有关辱学的问题 那么我今天谈的主题是关于何为辱学 我们都知道辱学在2000多年以前的先前 已经成为显学 那么到最近呢 它似乎又再度地成为显学 如果我们留意一下 时下的各种学术的刊物 这个报章 我们可以注意到 关于辱学有很多的论说 有新性辱学 政治辱学 制度辱学 生活辱学等等 这些辱学都是关于辱学致命 他们或者是对辱学的历史形态的一种考察 或者是对辱学未来可能发展的形态的一种展望 那么不管是对以往历史的考察 还是对未来形态的展望 事实上都涉及到一个更基本或者更根本的问题 那就是何为辱学 尽管关于辱学 我前面提到的已经有了很多的论说 但是到底什么是辱学 并不是一个完全解决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要回过头去再加以考察 那么要理解辱学 首先需要回到辱学发生的一个历史语境当中 作为包含多方面内涵的辱学 辱学的实际上非常丰富 那么辱学当然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去加以理解 刚才提到的各种辱学 实际上都是从不同角度去加以理解的 但是如果从一个更本源的层面 我们去回溯辱学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回到周孔之道 我们都知道晚近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是孔孟之道 但是在说孔孟之道之前 一个更基本的提法是周孔之道 事实上在孟子那里 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自己表述 他说他的一个特点就是 喜欢就是周公忠仪之道 这时候周公就是周 周孔当中周 忠仪就是孔子 所以他所推崇的就是周孔之道 那么这表明 这个愣随表明 至少在孟子时头 周孔之道这样的提法 已经是当时鲁哲 一种普遍的 比较普遍的这样一种提法 那么在后来 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当中 周孔之道 一直是鲁家这样一个传统当中 一直是被接受这样一种表述 那么周公之道中周 周和孔分别的是代表 我前面提到周公和孔子 周公在历史上有很多重大的贡献 其中最重要的贡献就是自礼卓月 当然礼在周公之前已经诞生了 已经形成了 但是在周公之前 礼的一个重要作用 就是所谓四神致富 也就是拜神求富 那么周公在礼的这个方面 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就是逐渐地淡化了 这种拜神求富的这样的意义 突出了礼在制约调节 人与人之间关系当中 这样的功能 那么比较而言 孔子的思想 他的内容 首先是跟人这样关系的在一起 当然人这个概念 作为一个名词 在孔子之前已经出现了 诗经 上书等等 都已经提到了人 但是把人 作为一个普遍的价值原则 提出来 这是从孔子开始的 所以在周孔之道的背后 实际上 它隐含的内含就是 人和礼 就是周公所代表的礼 和孔子所代表的人 那么在人和礼 这两者之间 人主要是涉及一种 普遍的价值原则 它的基本的内涵 人的最基本的内涵 就是肯定人之为人的 这样的内在价值 这是人的最基本的内涵 那么礼呢 它更多的表现为 一种现实的社会规范 和社会体制 从社会规范 这个方面来说 这个礼可以看作是 引导社会生活 和引导人们行为的 一种基本的准则 一种规范系统 在社会体制方面呢 这个礼是具体化为 各种社会的组织机构 包括政治的 能力的组织形式等等 那么从现实的功能来看 礼 人作为价值的原则 它的内涵 就是表现为 最基本的一个价值原则 作为价值原则呢 它首先涉及 从功能来看呢 它首先涉及 是一种情感的凝聚 和情感的沟通 所谓情感凝聚呢 涉及各种精神世界的 一种这个构成 而情感的沟通呢 这是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作为它的内容 那么比较来说呢 礼在社会规范这个层面上呢 主要是涉及 理性的秩序 和理性的引导 理性的秩序 涉及的是 人与人之间 在社会上共存 和谐相处 而理性的引导呢 是侧重于 对人的行为的一种制约 人的各种多样行为的制约 那么作为鲁学的核心呢 人和礼同时构成 鲁学自为鲁学 这样一个核心 鲁学自为鲁学 鲁学区别与其他学派的各种质点 我们就可以从人和礼 这样一个核心当中 可以发现 那么这里我们首先可以把鲁学 跟那个墨家做一个比较 墨家提出坚案的这样一个学生 我们知道墨家的 主要的主张自己是坚案 那么这个观念 在肯定人的价值 这个方面和鲁家所说的人呢 有它相通之处 尽管鲁家人是从亲亲自情 家庭人籍的优先处罚 而墨家缺少这样一种 亲亲自情的优先性 但是呢 在关切人这一点上 坚案和人就相通之处 但是呢 这个尽管鲁家的 这个墨家的坚案和人 有相通之处 但是墨家对于 鲁家所推动的理啊 常常是持一种批评的态度 这个他所主张的 墨家主张的飞跃 结状 以及对亲书尊备等等的 这样一种社会封城啊 这样一种喷戒 这样一种责难等等 都表现出了对理的 这样一种疏离 疏远 这种倾向我们可以说是 表现出重于人 而亲于理的这样一种倾向 那么相对于 墨家疏远于理 法家呢 更倾向于化理为法 理根法呢 它在注重规范这一点上 有相近之处 理和法都是规范系统 但是呢 理是建立在一种情理之上 具有种引导性的特点 而法呢 它是以法理作为基础 它更多表现为一种 非能格的 冷冰冰的略肋 同时具有一种 强制性的这样的特点 那么法家在组理上呢 已经由理而转向法 与此相应的 就是对人的一种据策 所以在这一点上 他跟前面提到 墨家之后相对而言 他由理走向法 但同时对人啊 这个表现出据策 那么我们都知道 这个谈到法家的时候啊 在历史上 我们常常是以 刻薄寡恩加以形容 法家特地就是刻薄寡恩 而刻薄寡恩呢 和鲁家所推出的人 正好形成的对照 所以在这方面呢 法家和同时注重 人与理的鲁家呢 也彼此相区分 那么道家呢 从另一个场面 表现出 对人和理的一种疏远 这个老子提出 绝人欺义 名副辞孝 尽管对绝人欺义 我们现在有各种 不同的解释 但是呢 对人和 对鲁家所推崇的 人和理不加以认同 这可以说是构成了 道家的一个基本立场 这样一种立场 是和道家 在价值观上 一种基本的原则 也就是主张自然的原则 这一点呢 是彼此呼应的 这个从自然的原则出发 道家呢 对人文 或者说文明化的规范呢 常常是持一种责难 责义的这种态度 那么在这方面呢 这个同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道家和 注重人与理的 这个鲁家呢 也形成了一种差异 那么作为鲁学的核心 这个人和理的统一啊 它一方面呢 体现在鲁家自身 整个思想系统当中 同时也展开在 鲁家思想所涉及的 人的存在的各方面 下面呢 我就简略地 从几个方面呢 对这一点做一个考察 首先我们需要关注的是 精神世界这样一个层面 从综绩上看呢 精神世界体现的是 人的精神追求 精神的安顿 精神提升 在精神世界当中呢 人和理的统一 具体的就表现 在三个维度 三个像度上 一个是宗教性的维度 第二个是能理的维度 第三个是 带有综合性的 精神境界这样的维度 我们分别作为考察 在宗教性的这个层面上呢 终结关切 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从它的本意上说啊 这个终结关切 意味着 不能限定在人的一种 当下的 此在的这样一种 存在形态之中 而是应该以极高明 作为一种追求的目标 这个孟子曾经指出 静其心则知其性 知其性则知天意 这个天呢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 一种超艳性的 存在形态 从人的心性 走向超艳意义上的天 这同时也表现出 终结性的一种进入 那么同时我们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 在鲁家那里 这个这样的终结关切呢 同时又是 始终是建立在 人的这个基础 之上的 人 作为鲁家的一个 核心价值 我前面再提到 它的基部的内涵 就是肯定 人之为人的 这样的内在价值 那么 这个意义上的 以这样一个意义上的 人作为基础的 终结关切呢 它的特点就在意 它不是离开这个世界 它既不是否定 人自身或者离开 人的此在 也不同于 以彼岸世界 作为目标的 这样一种超越 而更多的是 侧重于 人自身的成长 提升和完成 那么也就是说 在鲁学那里 终结关切 并没有影响 一种超越的 这样一种彼岸 那么这里的 关键字节 就在于 我前面提到的 鲁家的终结关切 始终是和 人的这个观念 联系在一起 正是以 人作为核心 使鲁家的 终结关切 一开始 就是以 人自身的存在 作为 关切的中心 从而避免了 离开人的此在 而面向彼岸的 这样一种超越 那么在鲁家那里呢 终结关切 同时又是和理 我前面提到 人和理是 鲁家两个 基本的核心 那么除了跟 人相关之外 终结关切 同时又和理相联系 理 人和理 这个意义上的理 和理 理性意义上的理 这两者是 彼此相同 从最初的时候 鲁家就对 人和理 能理意义上的理 和理性意义上的理 做了一个沟通 那么 与之相应 这个理 同时也包含 这种理性的精神 与理性精神 这种联系 使鲁家的 终结关切 既有别于 宗教的迷狂 也不同于 那种非理性的 蒙昧的追求 从早期开始 鲁家就对 超越性的 这个承证 保持了某种距离 那个孔子 我们都知道 不与怪力乱神 并且主张 尽鬼神而远之 等等 这里面都 表现出包含了 这种清醒的 这种理性的精神 那么精神世界呢 不仅 这个 具有终结关切的 这样一种 层面 而且呢 同时又和能力的 这样一种 层面的相联系 以能作为核心 精神世界当中的 能力层面 我刚才提到 精神世界包括 终结关切 能力和精神境界 那么 刚才我提的是 终结关切这个层面 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呢 这个精神层面 精神世界这个层面 还包含着 能力这个层面 那么精神世界当中的 能力这个层面呢 首先表现为 这个 与能相联系 这个精神世界当中 能力这个层面 首先表现为 德性的完善 也就是所谓 人德 或者 以能为内涵的 这个德性的 这样一种 养成 具体包括 形成一种 人爱的取向 基于 侧隐之心的 普遍同情 以及 更广义上的 天下情怀 等等 这种德性的重要质点 就在于 它包含着一种 善的定向 始终以自我的成就 和天下的关键 作为它的 价值目标 也就是鲁家所说的 内生和外亡 作为它的价值目标 那么这 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 能 在 能力意义上的 精神世界中的 一种具体的体现 那么 与能相联系的理呢 既表现为 普遍的社会规范 也可以 内化为一种 理性的观念 在精神世界这个层面上 理义既表现为 普遍的人力规范 也体现为 内在的理性的原则 这两者都从不同方面 规定着 人的品格和德性的养成 这个鲁家要求呢 确认其 理性的主导地位 一致和克服 那种感性的冲动 避免紧紧跟着感觉走 等等 这方面都体现了 基于理的 这样一种理性的精神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精神世界的能力这个方面呢 人和理的统一 具体表现为 德性的完善 和理性的自觉 这样的统一 所以人和理的统一 在精神世界当中的 能理这个层面上呢 具体就表现为 德性完善 和理性自觉 这样的统一 在大学当中 我们都知道 一个正心诚意 这样的说法 这其中呢 也包含了 人和理的 这样的统一 正心 它更多的是 侧重于 以理性的原则 来制约 来规范约缩 人的一种能力观念 而诚意呢 则更多的表现为 基于人的要求 来完善内在道德意识 使这种意识 成为真诚的德性 所以真心和诚意的统一呢 也可以看作是 人和理的统一的 这种具体体现 那么 鲁家精神 鲁家这个 在精神世界当中的 更一般的 这种关切呢 是体现在 前面我提到的 这个精神境界 这个层面上 精神境界 它包含着 同时包含着 宗教性 人理性 等等这样一些方面 所以呢 它是具有种 综合性的 这样的特点 精神世界 这个精神境界 在鲁家那里 有不同的表现 包括 天下安平 走向大同 等等 它的 实质内涵呢 主要是表现在 两个方面 一个是 理想的意思 一个是 使命的意思 所以 精神境界 并不是 玄之又玄 空内容的 它的具体的内容 就体现在 一种理想的意思 和使命的意思 这个理想的意思 他所涉及的事 到底要追求什么 而使命的意思呢 他主要涉及的是 到底我们应该承担什么 所以 精神境界 就是这两个方面 具体构成 所谓精神境界 从 实质方面 就表现了 这两种统一 在鲁学那里呢 这个意义上的 精神境界 始终也没有离开 我前面提到 人和意义的 这样的统一 天下安平 万物一体 走向大同 这样的取向呢 首先体现了 人应当追求 应当达到的 这样种理想 它同时呢 又规定了 人的使命 也就是 化这样种理想 为现实 作为理想 这样种取向呢 体现的是 人的这个价值原则 我前面再提到 人的价值原则 从使命的方面来看呢 这个取向呢 是和理所包含的 义务和责任相关联 理作为一种 当然自责 理作为规范系统 我前面提到规范系统 包含的这种 当然自责 当然自责当中呢 就以责任 义务 作为它的 体重应有之义 而使命当中呢 实际上就体现理 所包含的 这种使命 一种责任 一种责任和义务的 这样的意思 所以在精神境界当中呢 我们可以具体地看到 人和理 以使命意识 和理想意识统一 这样的形态 具体地展现出来 在体现于精神世界的同时呢 鲁学同时又展开于 更广义上的社会的领域 从传诚观音来说呢 这里所说的 所谓的社会领域呢 包括家国 天下 这样一些比较宽泛的 社会存在的空间 从哲学层面来说呢 它具体所涉及的 是政治 人理 和日常的生活世界 这样的三方面 而在世界方面呢 我们同样可以看到 人和理的统一 作为鲁学的核心呢 也体现于其中 从政治层面来说呢 基于人的政治关系 首先在总体上表现为 人正 人道 德智 这样一些政治理念的 一种追求 孔子提出人道的观念 强调为正以德 到了孟子那里呢 这种人道的观念 也进一步展开为 具体化为 人正的学说 人正学说 和鲁家所追求的 这个黄道呢 这个紧密联系在一起 其中包含着 对人的多方面的关切 而这种关切呢 同时也从一个侧面 体现了人的这样的精神 那么在政治领域当中呢 与人相关的礼仪 具体的 或者首先是表现为 循子所说的 这个建立 度量分界 所谓度量分界 这是循子的原话 就是把社会的成员 分别的 确立在不同的社会的 身份和等级至上 同时能为 每一种的等级 每一种社会的地位 规定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在缺乏这样的社会 分层的条件之下 社会常常会陷入 一种疯乱 这样的境地 而当所有的社会成员 都能够各安其位 互搏越界 这个时候呢 那么整个社会呢 就会出于一种 有序的状态 这是我这里 无法强细地去介绍 这是循子 特别地讨论的 提出这样一个观念 那么在这里呢 理的核心啊 这个具体的表现为 通过确立度量分界 来建立起一定的 这个社会秩序 那么 上面我提到的是 人和理的统一 在鲁家政治当中的 一个总体性的表现 一个是人的这样的关切 一个是度量分界所表现的 对权利和义务的 这种确立等等 在具体的政治实践的 展开过程当中呢 这个政治的运作 同时又涉及 形式的方面和实质的方面 从人的观影出发 鲁家往往比较注重啊 政治实践的主体 他所具有的品格 德性 在政治生活当中的作用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呢 对实践的主体 对政治实践的主体 的品格 德性的注重呢 可以说是 涉及的是政治哲学当中 实质性的这样一个方面 那么从孔子 孟子一直到荀子 这个鲁家在思考 国家的治理 社会的政治运作 等等这个时候呢 往往把政治实践的主体 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之上 对他们来说 国家是不是得到治理 社会是不是陷于疯乱 等等 这总是和一定的 政治实践主体 就是当时的君和臣 他所具有的品格 能力等等相联系 鲁家比较注重 所谓贤能政治 最近这段时间 我们用政治实践当中讨论比较多 贤能政治 对贤能的注重啊 也就是主要源于 鲁家人的这样的观念 鲁家在政治实践当中 的实质性的方面呢 这个也与鲁家人的关切 这个相联系 而鲁家人背后呢 就是能的这种体现 这是从实质方面来说 对政治实践主体的品格 这种关切 在新实方面呢 这个鲁家对政治领域的考察 更多的是和理的观念 联系在一起 从肯定理出发 对政治实践运行过程中的思考呢 常常引向对政治规范 政治体制等等的注重 与之相应的是 以理来接纳法 前面提到 法家的政治走向呢 是化理为法 以法来取代理 而下面教制下呢 鲁家是在始终不放弃理的 这样一个主导性 这个前提之下 来沟通人和理 在政治实践当中呢 来接纳这个法 或者说由理而若法 在鲁家关于政治实践过程的 具体考察当中呢 我们可以再来看到 由注重理而进一步观众 而观众法 这个熊子的邪论说 就比较典型的 体现了这一点 他说理者法治大风 非理是无法 完全离开了理的话 就不会有法 由理而见那法 由理而若法 最后引向 理和法之间的一种交融 这可以说是构成了 鲁家在政治上的 一种重要的取向 那么这个特点呢 也同时体现在 政治实践这个层面上 我们都知道 在鲁学读争的 这个汉代 这个政治实践用作 就是所谓霸王道杂志 霸王道杂志 背后的实践就是 理和法之间的沟通 一种交融 那么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呢 理以度量封界 建构社会秩序 同时又和社会正义相联系 前面我提到了 这个度量封界的意义 就在于把人区分为 不同等级和社会地位 同时为每一种等级 每一种社会地位 规定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从否定或者消极方面来说呢 他要求每一个个体 都不能彼此阅位 都要各安其位 而从肯定的 或者说经济方面来说呢 他就是意味着肯定 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得其应得 也就是说 在界限的范围之内 他可以得到和自己的身份 地位相一致的 这样一种社会资源 这个意义上的得其应得 从一个方面我们可以说 是体现了一种正义的要求 我们都知道 从亚里斯多德以来 得其应得都被看作是 正义的一个基本的规定之一 从这方面来说呢 通过理 建构其理性的秩序 同时也从一个形式层面 为走向正义 提供了某种可能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基于人的贤能政治 和以礼为主导的礼法统一 这两者呢 构成了鲁家政治学当中 两个方面 它可以看作是 人和礼交融 这样一个鲁家核心观念 在政治领域当中的具体体现 从内容上说呢 人所体现的是 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沟通 包括建立在情感之上的 人际的关联 由此达到 社会成员之间的和谐共处 而礼呢 它是侧重于区分界限 也就是把不同个体 规定在不同的社会等级 和身份之上 使各自具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彼此呢 互不亦界 由此建立起社会秩序 所以我们概要的可以说 基于礼而分界限 建秩序 和基于人而合同意 区和谐 这是构成了 鲁家总的政治取向 那么与政治运作相关的社会领域 是能力关系和能力实践 事实上 政治和能力在鲁家那里 常常是相互关联的 所谓家国同歌 我们常常谈鲁家的时候 鲁学的时候 常会提到家国同歌 也体现这一点 政治和能力之间的关联 那么能力呢 既涉及精神世界这个层面 我在谈精神世界的时候 也提到能力的问题 同时也体现在社会的领域当中 精神世界当中的能力 主要是表现在一个 观音的层面之上 而在社会领域当中呢 能力是通过人的 设计的存在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以及人的具体行为 来得到体现 从社会的领域考察 人的能力的这样一个方面 通常会面临两个问题 一个是成就什么 如何成就 第二个是 做什么 如何做 成就什么如何成就 这主要和以人格的完善 品格的养成 作为它的目标 它所涉及的是 道德实践的一个主体 道德主体 它关切的是 道德实践的主体 本身如何养成 或者形成一个 什么样的道德主体 做什么 如何做 更多的是 表现为一种行为的关切 相对于道德实践主体 它更关注 道德行为本身 在鲁家那里 与人和理的统一 这样一个核心相联系 这两个问题 以及与此相关的 不同的关切 也是彼此关联的 首先 从能的关系出发 鲁家把成就德性 完善能格提到重要地位 我们都知道 鲁家有成疾和成能之说 它的内涵就在于 把成就什么 作为一个主要的关切字节 与能相关的是理 在社会领域当中 理的一个能理性的 这样一个方面 主要表现为能理的规范 一般来说 能理规范 主要在指导人们行为的具体选择 和制约引导人们行为的具体展开 与此相联系 你的关切更多的是和行为过程相应 从例上看 成就什么 如何成就和做什么 如何成就 如何做 这两个问题 分别地表现出不同的 一种能力的趋向 成就什么 如何成就 常常被看出 所谓德性能力的一个问题 德性能力所测证的主要是 道德主体本身的完善 它的理论秩序在于通过人的成就 以达到道德主体的完善 然后进一步 以道德主体的完善 来担保行为的完善 这是德性能力的一个基本的思路 做什么 如何做呢 这更多的是与行为的关切联系在一起 这种关切在能力学上 常常所谓规范能力的这样一个问题 规范能力首先指向人的行为 包括在行为成本上 如何合乎道德规范 在能力学上呢 鲁家常常被看作是 德性能力的一个代表 确实我们前面提到 与注重能相联系 鲁家把德性放在一个重要地位 但是鲁家同时 我前面也在提到 处处以礼作为关注字典 而礼作为普遍的规范呢 它是以行为的制约作为指向 从现实成本来看呢 与人和礼的交融 人和礼构成了鲁家的一个核心 与这样一个核心相联系呢 鲁家既关注成就什么 如何成就这样一类德性能力的问题 也关切做什么 如何做这样一个规范能力的问题 尽管在鲁学的眼睛当中 不同的人物常常表现出不同的侧重 但从中心上看呢 以能和礼的关联作为前提 强调德性和规范的统一 或者说注重德性能力和规范能力的统一 构成了鲁家在能力学上的 一个重要的取向 那么社会领域当中 另一个重要方面呢 是日常生活或者说生活世界 现代政治哲学常常区分 国家个人或者私人这样的领域 并且把这两个领域之间的 广泛广大的社会空间 看作所谓公共空间或者公共领域 那么鲁学呢 并没有做这样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区分 但是从宽泛层面来说呢 日常生活这一所讨论的 日常生活或者生活世界呢 接近于这个现代世界当中的 这个社会空间或公共空间 它牵涉能日常处事 日常形式的方方面面 在家庭之中 有四亲四兄这样做日常行为 在家庭之外 就涉及邻里之间的一种交往 邻里之间交往在传统社会当中 还是构成了非常重要的一个 这个日常的这样一个 日常常形的一个问题 那么如果做到这个常有有序 尊老爱幼 构成了传统社会的 这个日常生活当中 经常所要面对的问题 在朋友之间的交往当中呢 朋友有幸 朋友之间应该有情有义等等 也构成了一个基本的要求 而在私生关系当中 这个尊师重道 撒扫应对等等这样的日常行为呢 也构成了一种基本的要求 所以在这样种日常的行为当中 我们既可以看到 人的 基于人 至上的这样种情感之间的沟通 人与人之间 日常生活当中的情感沟通 也涉及基于理的 这样一种理议和理的规范 日常生活当中这样展开 处处地受到理的这种制约 那么日常生活的展开呢 以多样的能与人之间的关系 作为它的背景 能在生活世界当中的共在和交往呢 既涉及规矩要有规矩 也和情感相关联 而这种情感呢 总是包含着能的精神 这个孔子认为呢 能普遍地做到公宽姓名会 在能与当中他提到 就意味着达到了 人的这样的境界 而公宽姓名会 就涉及情感的沟通问题 它构成了鲁家事业当中 人与人之间日常交往的 一个基本的要求 与之相辅相成的是理 这个理的基本要求就是 所谓上持让去争夺 按照鲁家的看法 舍理也何以置之 如果要上持让去争夺 离开理 我们怎么能够做到 对于鲁家来说呢 理本身啊 就是一开始就是以慈浪 相互之间的谦浪 之后他的提供应有之意 这个孟子提到 慈浪之心理智端也 也就指出了这一点 在政治理由当中 我前面提到 理的主要的功能表现为 缺略度量分界 由此来担保社会的秩序 而在日常生活当中呢 理这一方面呢 为日常的交往 提供中理的形式 理的规范 另一方面呢 又通过慈浪 这样的要求 来避免 人与人之间的日常的纷争 以来保证 这个日常交往的 这种有序性 所谓上慈浪 去争夺 就体现了这一点 所以理在日常生活当中 政治家当中 有不同的侧重 那么理在政治生活当中 和日常生活当中 这样的作用 分别地体现了理本身的两个方面 在鲁学当中 我们可以说 不同的代表人物 对此有不同的侧重 比如说 荀子比较多地注重 理的政治领域当中 这样的体现 而孟子呢 更多地注重 日常生活当中 慈浪 这样一种理的要求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人和理从不同的意义上 构成了日常生活 有序展开 所以可能的条件 以人与人之间交往来说 这个尊老爱幼 更多的是体现了人的要求 常有有序呢 它首先是体现理的一种规定 这两者呢 这个在呈现出 交往过程多重内涵的时候呢 同时呢也表现了 日常生活当中 日常生活展开过程当中 人和理的这样一种相互关联 所以在这一上 人和理的统一 可以说是构成了 日常生活有序展开 所以可能的一个前提 日常生活展开 它也有一个条件 一个前提 所以日常生活的 具体的有序展开 这个在辱学看来 它前提就是 人和理之间的一种相互沟通 那么从人的存在来说呢 我前面一开始提到的 精神世界的更多的涉及 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 而生活领域 它涉及的是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政治的 人与的日常生活 都涉及人与人之间的 相互交往 相互互动 从更广的视野来看 人的存在同时涉及 天与人之间的关联 在鲁家那里啊 对天人关系的理解 同样的也体现了 人和理的统一这样一种视野 大致来说呢 这个意义上的天人关系呢 既有心而上的这样一个温度 这样一个方面 也有人与的方面 在心而上的层面上呢 鲁家对天人关系的理解啊 首先在表现在 强调人为天地之心 而人为天地之心 同时也表现为 人为天地之心 第一个人是 天人意义上的人 第二个人是 人理意义上的人 这样子是相互交通 相互沟通的 那么以人作为天地之心 它的具体内涵 就是表现为 人为自然 缺裂 一种价值的目标 价值的方向 也就是 在价值意义上 人为自然立法 这个康德在晚年 曾经把上帝看作是 人与世界的内在精神 这一所说的内在精神啊 也涉及价值意义 康德把人和世界的价值意义 和上帝联系起来 同时也意味着 以上帝作为这种价值意义的 终极的根据 相对于此 鲁家以人作为天地之心 显然表现出不同的一种进入 对鲁家来说 价值的根据 这个不再超验的对象 像上帝这样的超验对象 而在人自身的 这样一个现实存在之中 在这里呢 人作为鲁学的核心 同时制约着 鲁家对天人关系的一个理解 那么与人在天人关系当中的 这样的联系啊 这个相关 鲁家也从理措法来 理解天人之间的关系 在鲁家看来 天地有分别 自然也有序 天地秩序和社会秩序之间 存在着一种连续性 这个理解当中提到 理者天地秩序也 从心而上的层面来说呢 这里强调的是 天道和人道之间的这种沟通 按照鲁家的理解 天地秩序既构成了理 所表证 所体现的社会秩序的 一个心而上的根据 同时呢 又体现为 基于理的社会秩序的一种投射 这个天地秩序和社会秩序 通过理相互沟通 那么人和理的 这个人和理与天人自变 天人关系的这样一种惯例 主要是从心而上的层面上 体现出了人和理 作为鲁家的核心 在天人这个关系理解上的 一个意义 那么天人自协同时又涉及 人和自然 这个之间的关系 也涉及 既涉及人和自然的关系 也涉及人与自身的关系 这两者呢 都包含这种能理的 这样一种方面 从心而上的层面来看呢 天人关系 前面我提到 是以核作为关联 作为一个特点 就是天地秩序 和社会秩序的连续性 测中的是它的 那个核的一面 人为 在价值上为自然立法 也测中于天和人之间 核的一面 那么相对于此呢 在能力层面上 天和人同时又表现出 风的这一特点 这种风呢 首先表现在 对于人的理解之上 天人关系当中 天既指对象 也指人自身 人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它和自然意义上的存在 往往并没有太多的区分 作为中生物学意义上存在了 人和其他对象 也没有根本的区分 那么从肯定 人的内在价值出发呢 鲁家始终把人 要把握人之为人 能区别于自然对象的 这根本字典 作为他关系的重心 对鲁家来说呢 人不同于禽兽 不同于外在自然的 根本字典就在于 人受到理的制约 是理把人 从其他对象区分开来 理记当中特别就提到 圣人作 以理教人 使能以有理 自别于禽兽 就是说 只有当人知道了理的时候呢 才能够自觉地 把自身和禽兽区分开来 在鲁家那里呢 人情自别 同时又是和文也自别相联系 这个也啊 大概大致所以一种自然的 或者前文明的状态 我们现在讲 在批评某些人 比较野蛮的时候呢 实际上也就是指 这个人不文明 那个 鲁家要求 能的存在呢 应该由也而文 从也走向文 从内在的方面来说呢 由也而文 意味着 获得能德 能和德这样种品格 形成一种能够的取向 从外在行为来看呢 由也而文呢 这意味着 这个行为 要合乎理的这样种规范 去向一种文明的交往方式 理的具体作用 表现为所谓解文 理智解文啊 这个解文呢 主要是行为的调节 和自觉相联系 自己的解主要是 和行为的调节 相联系 而文呢 是涉及到 形式层面的这种文色 一种修色 对文明交往方式 这种修色文色 以理为规范 人的言行举止 交往方式 逐渐地也趋向一种 文明化的 这样种形态 这个意义上的文业自别 既是天人自变的延续 也渗入了 也体现了 人和理之间的一种沟通 那么当然 能力上的天人关系 既有天人相分的一面 也包含天人关联的 这样一个维度 在鲁学当中啊 这种相关性 首先体现在 把人的这种观念 引申和引用于广义的自然 把人到这个人啊 引用到自然 这个从鲁学 鲁学从蒙子开始 就提出了 人名和爱物 这样一个观念 这里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是人名 也就是以人道的原则 来对待其他的社会民众 与之相关的是爱物 只是要求 把这种人道的原则 进一步 引用于外部自然 或者外部对象 由此展现出 对自然的这种真爱 一种爱护 这个意识上的爱物呢 意味着 在一种能力的 也就是生态能力的意义上 肯定天和人之间的 一种相容 你既提出 树木以思法 以思法 这样的观念 这里面呢 就包含着 对自然的一种 自然自身法则的 一种尊重 也就是说 我们尊用自然 不能仅仅是 基于人自身的目的 需要 而同时呢 要以自然本身 作为关切字典 这里体现呢 基于人道原则 而肯定天和人之间的 这种统一 除了人民爱物之外呢 天人关系 也包括另外一方面 这个方面主要是 体现在鲁家所提出的 占天地之化约 这样一种观念 对鲁家来说 人不仅应当成己 而且呢 有责任成我 所谓成我 意味着 参与现实世界的一种生成 所谓占天地之化跃 就是以这个意义上的成物呢 作为它的目标 这个观念 包含着两个前提 第一呢 能具有一种 参与现实世界 生成的这样的能力 第二呢 能生活与其间的 这样的世界 并不是一种 本然的洪荒自视 它区别于本然意义上的世界 区别于洪荒自视 这个世界是 与人自身的活动 新衣相关的 能生活与其中 这个世界的世界 是和人自身的活动 新衣相关的 其中处处地包含着 人自身的这种参与 占天地之化约 不仅体现了 人对世界的这种责任意识 而且呢 也渗入了 人对世界的这种关切意识 在参与世界的 形成过程当中 能承担对于世界的责任 和关切这个世界 这两个方面 这个彼此相关 而对于世界的这种关切 和承担对于世界的责任 可以说是具体现了 人的意识 也涉及理的这种观念 因为我之前提到 理作为普遍的规范 它包含着应当 而在应当当中呢 就包含着责任 责任的义务 这个人 从一开始呢 就表现出 对人的普遍关切 前面提到 人名爱物 都表现出对人 以及人之外 其他对象的这种关切 所以对世界的关切 和承担对世界的责任 可以说是 人和理的 内在观念的 一种具体体现 那么这是在 天人关系上的体现 那么周科其他 我们可以看到 鲁玄呢 是以人和理 作为他的思想的 一种内在的核心 人和理的统一 作为鲁家的核心观念 同时 涉入于鲁家思想的各个方面 并且体现于 精神世界 社会领域 天人之际 等等这样一些方面 在神学这个层面上 这里交错的 能理 宗教 政治 心而上 等等 这样的不同的关切 不同的进入 而鲁学本身呢 这表展开为一个 综合性的 这样的文化的 观念的系统 鲁学 现在这位鲁学就体现在这样一种综合性的这样一种系统当中 如果我们借用康德关于感性和知性关系的这种认识的话 我们可以说 有人和你的内核 没有它的多方面展开的鲁学 是空洞的 抽象的 有多重的方面 没有内核的鲁学 是缺乏内在灵魂和主导观念的 这两者都是各有所偏的 鲁学的具体性 真实性 就体现在它的综合性 或者说它的内核的多方面的展开之中 那么前面我一开始提到的 各种时下各种关于鲁学的各种论说 新性鲁学 政治鲁学 制度鲁学 生活鲁学等等 他们似乎都紧紧抓住了鲁学的某一个方面 或者某一个 某一个领域当中体现 比如说新性鲁学 主要是涉及鲁学有关精神世界这个看法 而政治鲁学 制度鲁学 生活鲁学 则分别地以鲁学在政治 能力 以及生活世界当中展开 作为它的关注字典 鲁学在某一个方面的体现 和鲁学本身 或者鲁学的本来形态 应该加以区分 以鲁学在某一个方面 鲁学在某一个方面 作为鲁学的全部内容 往往很难避免鲁学的片面化 当然从历史上看 鲁学在它的演化过程当中 不同的学派人物 常常也有各自侧重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鲁学 在历史中出现了不同侧重 或者不同趋向 而把其中的某种侧重 当作鲁学的全部内容 或者它的本来形态 鲁学 在演化当中的侧重 和本来意义上的鲁学 不能简单地加以等同 所以对鲁学的理解 我们需要回到鲁学的真实形态 而这样的真实形态 是和人与理的同一 以它的多方面展开 是不能分离的 好 我就讲到这些 谢谢大家 谢谢杨教授的分享 现在有请王教授 为我们主持问答环节 请各位同学冗约发问 有请两位 谢谢杨教授 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丰富的演讲 他的 我听下来 几乎杨教授把他的 关于乳学的十一本书的理解 融解在这样的一个 将近一个小时的报告里面 那么 这个问题呢 在何为乳学 我想杨教授是在讲 这个就是人和理的 是乳学的核心 而且这个核心呢 可以追到 这个周孔之道 这样的一个核心 在各个方向展开 比如说它在这个 思想 辱学的思想系统方面的展开 三个维度 在这个社会政治实现方面的展开 那么这个项度叫做家国天下 那么还有比如德性和规范的项度 人和社会的项度 人和自然的项度 还有天人之积 心而上的这个项度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乳学是一个 博大精神的系统 它是这样的一个核心和这些项度 那么 杨教授最后说到 离开了这个核心 这个种种项度 它就没有根 离开了这个 种种项度 这个核心呢 就会变得非常空洞 所以我想这是杨教授今天给我们讲的 辱学的最核心的要义 那么下面呢 我想我们就开放来提问 看哪一位朋友 我的眼睛不太好 大家站起来 或者有哪一位 OK 如果大家先没有 我先问一个问题 咱们请杨教授回答一下 杨教授讲到 我们一般讲辱学从孔子开始 那么杨教授推到周公 做周孔之道 但关于周公呢 我们实际上了解的并不是特别多 从历史文献呢 当然有一些 但研究的似乎不是特别多 我想请杨教授 能不能跟我们更多地谈一谈这个方法 好 关于鲁学呢 我们需要区分 他作为一个学派的诞生 和他的思想的多重幽远 作为一个学派的诞生 他的奠基能当然是孔子开始 我们都知道 这个鲁学它是由孔子有奠基 或者由孔子创立的 这是没有问题 这个过程是这个之前 那另一方面呢 这个孔子它创建鲁学 并不是凭空的 它运用了很多传统思想资源 我们现在 在今天我们讲鲁学的时候 常常有四处五经 这五经啊 就在孔子之前所形成的 所以孔子有整理五经的这样的经历 他之所以能够创立鲁学 就跟他这样对以往文化思想 发达成果的这样一种 这个界界消化等等 是紧密相连的 而这个当中 周公的相关思想 可以说也构成了 这个鲁学的重要的源头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 我们说周孔之道 周公所代表的礼 同样的也各种鲁学的原始的 原初的一个含义 好 我想下面我们应该有提问了 好 这位女士 杨老师您好 可以听听吗 有没有麦克服 杨老师您好 非常感谢您提供了 这么这个精彩的这个讲座 我听完以后呢 有一个问题 就是宋明理学刊创时期 咱们讲这个极善 成性 我就很纳闷 就是说儒家一直讲这个 人和性 它是作为这样 儒家的一个思想内核 科劳 那么就是发展到宋明理学时期 那么这个儒家 这个儒生是如何把这个儒家 这个复兴的功夫 来在宋明理学时期 让他提到一个更高的高度 因为这个问题 我一直觉得自己 有点迷惘 有点乱 所以我诚慧地请求这个杨老师 帮我解答一下 谢谢 这里我们要区分一下 鲁学发展过程当中的 不同的进入 刚才你既提到了极善 也提到了复兴 其实这个极善和复兴 恰好是体现了 鲁学发展两种进入 极善它更多地侧重 一种新的生成 新的道德意识 新的观念的一种形成 复兴更多地返回 回到原始的出发点 那么在鲁家系统当中 可以说从最初的孟姿 孟训开始 就表现出这样的不同趋向 而孟姿在地上 可以说是开了 复兴的这样一个先河 经过它和后来的复兴的 这样具体传说有点区别 也没有具体很丰富的 就要一展开 但是在原则上 可以说成为 鲁家注重复兴的 这样一个 因为它的性善 能之心本善 所以我们所需要做的 就是恢复到这个本善之心 那么 你如将另一个录像 去注重结 结善成性 就是后天的这种努力 和功夫过程 这个可能更多的 跟荀子联系在一起 因为在荀子看来 这个人性 一开始并不是以善的形式呈现 更多的就是恶的倾向 所以要是能性 真正的富贵于善 那就需要后天努力 化性气味 改变到这种原始的 可能走向善恶的这样的趋向 来形成一种善的意识 所以可以说是 有这样的不同趋向 到了宋明理学当中 事实上也可以看到 孟勋所代表的 这两种趋向的 它的不同的 一种进一步的发展过程 我们都知道 理学家从张载 二成以及朱熹 都提出天地之心 和弃者之心的这样的说法 天地之心完全是善的 以理为内容 而弃者之心 就类似于 那个荀子所说的这个性 它是以恶的 来自于气责 可能是有恶的趋向 他们所要求的是 这种变化气责 那个张载 他提出变化气责 改变气责自心 来回归到天地之心 所以这里面 是有这样的侧重 而在宋明理学当中 另外一个 他的变化气责这一点 也许不像张载那么强调 他比较多地 把注意点放在 天地之心本身 而由此呢 可能更上街 这个孟子的那一种 信尚之说 而把回复到本来的 完美的信尚 作为主要字体 好 这位先生 下面要想发言的 因为我们时间比较紧 先站到这个microphone那儿去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节省一点时间 可能要请王教授翻译一下 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题目用英文 就翻到中文 不知道为什么用这个何谓 就是因谓的谓 而不是源自哪个谓 我不是很明白 第二呢 就是杨教授当然是一位 何有专专的专家 但是我想问呢 就是由孔子孟子到黄首仁 到新雅的创办人 权牧先生 唐先生等等 他们都是很独立的人家来的 但是我想问呢 就是愚学或者愚家的思想 怎么样才能够避开这个 成为政治的富裕 否则我们在座的年轻人呢 是很难有共鸣的 谢谢 我想是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 请杨教授解释一下这个题目 何为辱学这个为字 另外呢 就讲一下从儒家的传统 一直从这个孔子孟子 荀子一直到钱牧先生 都强调一种独立的人格 那么这样儒家 或者今天的儒家 如何避免 成为一个政治上的附庸 这个请杨教授回答 好 谢谢莫文婷 第一个呢 关于何为辱学当中为 这个为字就是个细词 就相当于是 就是什么是的意思 何为辱学 我们换了中另外一个 现代汉语的表录 就是什么是辱学 这个为就是是的意思 因为为在中文当中 有细词的意思 也可以是做什么事情 这个意思 既有神意上的 做什么事情这个意思 也有细词意上的 相当于是的这个意思 这个我用的是细词意上的意思 所以它跟意思 是相通的 这是第一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确实在鲁学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两重性 从一个方面来说 鲁学从先行开始 特别是在孟子 这样一个系统当中 这样强调独立的人格 得位自封 我们都知道 即使人跟 普通的人跟君主 相比较而言 在位置上 你确实比我高 在政治地方你比我高 但是在德性上 就未必如此 所以孟子也推崇那种 大丈夫的富贵不能赢 威武不能劝 这样一种大丈夫的气感 这都是体现出 这种对自我能格的 这样的注重 那么这个传统 在后来的鲁学当中 一直渊源流长 一直得到延续 另一方面呢 鲁学我们都知道 到了汉代以后 通过董忠书提出倡议 败出百家 读成鲁书 汉武帝采纳这个建议 鲁学逐渐地 也成为正统的意识形态 所以他已经浓入到 政治当中去 所以一方面呢 他从早先的开始 思想当中就包含着 做中个体独立人格 这样一种思想 另一方面 在现实政治生活 的展开过程当中呢 他又逐渐浓入到 主流的这样政治生活当中去 所以他有两个层面 在今天呢 我们同样也面临这个问题 一方面呢 鲁学当中确实是 包含着批判了精神 独立的人格 不是跟世俗 跟各种外在强势 一种河流 这样一种趋向 这样的传统 在今天我们依然还是要坚持 另一方面呢 如何对现实的政治生活 做出它的 包括日常生活 做出它的这种多方面的引导 这同样的也是 鲁学当中的一个功能 或者它的一个使命 所以这个人格 它侧重的是个体 自我 一个人在这个云云大宗当中 应该独立于其间 同时呢 鲁家是非常注重 群体的意思 所以如何来引导群体 引导社会向健康 健全的价值方向发展 这同样的 也是鲁学所需要关注的 这种引导 是不同于那种 与某一种 外在的 政治的官业 或者强势 简单的一种 银河 是不一样的 所以一方面 避免银河 另一方面呢 还是要正面地 加引导 我想这是今天我们鲁学 所应该有的 这样一种功能 从个体来说 他说不要忘记 个体独立能格 从社会使命来说 他不要忘记 他的引导功能 谢谢杨教授 那么这样 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 也已经到了 那么最后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感谢杨教授 给我们带来的报告 谢谢大家 谢谢杨教授 谢谢王教授 为表示感谢 现在有请处理院长 朱家豪教授 致送纪念品 给两位教授 先请杨教授 谢谢 谢谢 再请王教授 谢谢 请三位留步 一起派一张合照 谢谢三位 现在有请处理院长 朱家豪教授 陪同主讲嘉宾 先行离开 其他嘉宾和公众人士 也可以先行离开 其他同学请安坐 双周会继续进行 然后是双周会宣布事项 请辅导长 庄太亮教授 谢谢 有几件事要宣布的 第一件事是新亚余学广座系列 新亚余学广座系列 其实今天已经是第二广座了 还有一个就是在10月28日 即星期日 就会在下午三点 就在铜锣湾的中央图书馆 同学如果有兴趣 可以去参加 第二件事宣布就是余英士先生历史讲座 就会有两讲的 第一讲就是11月11号 第二讲就是11月12号 那个讲就是美国加州大学 扒来分考历史系列教授 Professor Michael Liman 同学如果有兴趣就可以参加 第三项宣布就是我们的语言及文化活动 就在11月10月到11月期间 就会有以下的文化活动 在雲尼圈举行的 就有一个英语夜 就有10月16日举行了 接下来就是30号 同学有兴趣参加 另外就是普通话夜 接下来就是11月6号 13号和20号的 第四项宣布就是宿舍环保杯 就今个月到12月 就我们会比赛这个智药用水 和用冷气 同学就留意了 第一项就是今年 1920年的交换新计划 同学如果打算出去交换的话 做exchange student的话 就早点申请我们以下的学校 就会在11月2号就截止的了 我们有很多好学校 就等着你们去申请的 同学如果有兴趣 看看我们的网页 今天宣布就到此为止 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 2018至2019年度 第612次双周会 现在圆满结束 请同学离开的时候 将填妥的出席纸 注明清楚姓名 学系 年级和学号 交回收集箱 以方便我们了解 同学对这次双周会的意见 及记录各同学出席 谢谢